Young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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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阿姨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要叫宜新元啊 宜新元啊 嗯 那是不是有个新 对 新台译嘛 有新的人 那 香 是我先生的名字 它就长花就有点点香味嘛 心心就有点点香味 有缘分的人才会来到我们宜兴园 我是开幼稚人补习班的嘛 在可能是在30 还没到40岁 那到底几岁3839我忘了 那个时段我有一场大病 一场大病是有一个不好的基因已经存在了嘛 那时候有开刀 到台大有开刀 开刀以后 慢慢慢慢 几年以后都蛮好的嘛 好像到四十几岁的时候 等于有一次一病不起 走下去了一星期而已 很恐怖 18公斤 一下子砍下去 可能慢慢已经累积了 累积到那个时候已经爆发了 还要去住院的时候 那时候医生是把我们姐姐和我 他们都是我们姐姐在跟他过 那时候把我们哥哥和我把我们宣传说 可能就是有点 要 要回来有点困难了啦 那可是 那个医生跟我有认识 有说我们家 宽宽的 不然你剩余 就几岁一口 有没有说好转的机会 有一次回来 真的回来 回来的时候刚好是在 我家隔壁那边 角落有种了一棵草花 那他那里茶花 我就问我小姐说 那他那里是什么花 有好几次了啦 因为回来已经有好几次 要回整的时候 我要来问他 他问我 他问我太太那是你种的茶花 这样啦 到那一次以后 出去回来 都会买一些茶花 再来种 种到买了就对了 我告诉他先生说 我来种花 他也没跟你讲说 你快已经快傲置了 怎么去种花 都没讲喔 每一个礼拜 前面那一栋 又把它搭起来 我什么的花都往那边送 又之前的花材处 什么花都往那边送 种到半年以后 那一栋的 什么花都不漂亮 只有山茶花最漂亮 结果我就 开始自己嫁接自己种 自己嫁接自己种 那个时候生病 大家都没想说我是生病 我也没想说我是生病 因为我们家蛮多的苦茶素 我们都做这个苦茶素 苦茶素就是炸油的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就是都吃苦茶油 我不知道说 我以前都觉得 我很可憐 都为什么都没有铁油 都没有沙拉油 我妈妈为什么 都用这种的给我吃 我到这边才知道 我妈妈 我妈妈对我很好 都是用苦茶油给我吃 这就是我家做的苦茶葱 苦茶葱 我们就在山上把它挖下来 那个时候 不知道哪来的体力 所以我说有茶花 才有我灵修症 有我灵修症才有茶花 因为我不知道哪来的体力 带着师傅去挖这些树 树挖回来 种下去 我要再想办法自己嫁接 因为无意当中就对了 我在三年以后 我这片肺炎生成 我的笔好去 你们大家觉得很奇怪 他们先把我择 我已经没办法存活的人了 竟然我有办法说 在这三年 把这一片花椅把它搞成 我不是存心要种茶花的 不是 我不是也不是要开花椅 什么都不是 我本身的行业是幼稚园嘛 我先生本身的行业是营照厂 我没说要装这个花的意思 可是到最后 我是觉得茶花迷上了 我整个心专注于在这边 等于说我没去想其他 有的没有人 不觉得我胜负的白条 不觉得都什么 所以我整个气再上来了 你看这个摊照灯 你晚上在顾我那一个人 全部这个 里面都是很亮的 大家都说你们家是在做什么 一整 后面这一条路没有 我买茶的时候我这样就开了 从这边经过的人都知道 奇怪 为什么你们这些都讲讲 都回到暗暗 大家 我开放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我里面就是茶花 不然大家不知道我里面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是 蒸茶花是一种的盐分 真的是一种的盐分 那一颗它开起来 有一点点像黑丝绒 木耳的黑丝绒 它很漂亮 黑得像我们以前 要做大鸡 穿的那一层漆 黑丝绒布 那一颗茶花开出来就是这样 很正好 很多事情都炒得板 他们板门发的样子 就全部路得有咸 先